他还带了哈里森 他这个牧师不是那种 带斩杀的吧 看一下神圣之灵 对 他是一个那个新火木 但是他是有哈里森的 这样一个版本 他这 他有很多个哈里森 其实这里也带哈里森 不过已经被扮掉了 就是来抓一些武器职业的 一个配置 包括节奏法这种 因为节奏法在 如果是你顶麦蒂文的 那个回合武器被吃掉 人家还过几张牌的话 感觉输出啊 包括你的 就是这少了一个 还有一个胜利手段的感觉 对 就抓奥米反也不错 哈里森这张卡组 难道这张卡 难道可以重现江湖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天机上 什么看到哈里森了 SuperDD的话 大家认识他 可能也是通过去年的中欧赛 也是非常地有印象 然后小组在出一线之后 进去八强 最后好像是输给了若基 我们游戏错了 对 半决赛的时候输给了若基 就跟XC手一样 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职业选手 对 然后他平时也是跟我胡子多 Livecoach也一起练牌之类的 Livecoach怎么让你经常洗掉他 好 秋月那边是冰法 第一把就是 这不是冰法 这是一个无限火球法 对 无限火球法一上场 大家就非常欢迎 我怎么感觉牧师很难啊 就是因为你很难给无限火球法压力 无限火球法是跟冰法相反 他抓的是后期的卡组 我都有点后悔 我应该带无限火球法的话 可能还打一些对局都有机会 对 比如说打那个战士 对 你无限火球法打Cash应该是可以跑的 是的 他的牌都比较慢 对 那么这边的话这个牧师 因为比赛里面其实很少有带牧师的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牧师 能够有什么样好的发挥 这边是有凹金丁环的版本 SuperJJ肯定是想抓这边的萨满啊 战士 就练的这些快攻打谁都可以 只要不要碰到这个法师 我谁都可以打 而且这三个都是有武器的职业 他的哈里森还可以发挥一定的这种功效的 对 不过人家无限火球法这种 SuperJJ快攻也没有很多 那就要 就给他跑掉 铺场吧 就慕斯想赢的话就大量的铺场 然后留一个节末日的 办法 对 留一个节末日的办法就可以了 你好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法师的洗手还是很不错的 是的 对 主要二和这个秘法学家特别关键 不像我有时候玩个法师 永远是先抽奥秘再抽秘法学家 不知道要怎么打 这边的话 会不会交一个暗影世界 因为他知道对面法师形态 他现在有个什么想要去找的法师 找个痛我感觉不错 对 可以痛掉就是苦痛啊 还有不末日之类的 不痛末日 先留一下 因为未来的话不一定有 其实也还可以 因为这个两套牌的法师节奏没有很快 我看了秋月这个棋手的话 感觉他起码八回合以内没有生命危险的 是可以过 排库都可以过到只剩下的七八张的样子 我看到他带了一条寒光智子 就用来过牌 对 这种版本一般都会带寒光智子 寒光智子 尤其是我不管你怎么样 我就冰环控住你就好 控几回合 到时候我 OT可以达成了一波带走 不过这法师现在起手也不算好 因为他没有过牌 手里打牧师都没有什么用 他这个时候打开弓的话会比较的好一点出色一点 然后他现在需要打牧师 就需要不断的去过一些牌 把他的剃牌都过到手上 对 但他现在也不急呀 这边牧师比他还卡 慢 对 然后他的两个巫师学徒已经到了 现在离无限火球法还差 还差好多 还差一堂东西 这边也是毫不犹豫的就把末日丢上去 我的手牌这些确实冰环也好 包围雪也好 打牧师都是很一般的手牌 可以去找一张 找痛了吧 这个末日还是要解 感觉上是 就是你不解的话 你这个节奏让的也不是很舒服 然后法师很从容的 自己主回合的去过牌之类的 找找看吧 如果有末日 如果有痛就解了 没有的话好像也就 哎 有痛就解了 然后吃掉二三 因为这个法师也没有什么 很多生物让你去解 这些可能在犹豫这个痛交不交 对 拿痛换一张三六 这波亏不亏 我觉得不亏 会长都问了 那已经不亏 我们连会长没亏过 然后还是要换的 萨满也是竞技了 我看OF萨满 公开组的时候是竞技了 你怎么还做不去呢 我已经进入就能打点 对 毫不犹豫 因为你这个法师 不能靠生物打死我 你就是要完成你的OTK 我才会死 过牌到了 那就过吧 可以过一过 就是无实学徒打死不能交 旁边那个会被拉走 我觉得要不也别交 是不是 对 就是应该可以用自己把它点掉 对 这样会好一点 因为务实的话 彼此都知道牌表嘛 对比较有两个疯狂要存在 就是要干掉这个 就是要干掉这个鸡腿 好拼啊 要交双疯狂才能解末日 这样场面又没有 那鸡腿还是放了吧 对啊 这边牧师手牌就不是很好 龙西 考虑考虑 龙西数 哎可以交 龙西数交的话 场面上还是能占个场 反正这个AOE也比较没有 我这边就可以 把那个二一的叫 火体风暴给交了 你拉过去的话 你自己还要把它弄掉 而且刚刚交过一个痛 先打个奥数智慧 先退块看一下牌 现在手牌是8张嘛 8张 他选择直接交好了 然后火体风暴 好了 那可以直接上火体风暴 对 好果断啊 看来双方对这个对局 都是比较胸有程度的 毕竟在比赛当中 打出一套无线火球法 还是比较的令人意外的 对 还是很酷 最喜欢的就是打牧师的 这个能打出 无线火球的概率极大 是 主要就是也是来抓慢速嘛 就是法师不同形态 它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打不好打的牌就是 真的是很难 恨不得是19开 打好打的牌就是91开 我觉得这是现在 环境里面法师的这样一个特点 对 这个法师的话 是特别适合打比赛 不适合打天梯的那种 对 就你打慢牌都特别好打 优点缺点都很明显 但是如果这个法师遇上了 刚刚6-0 可能就会比较的难打了 6-0实际上是一手独留 那是这种卡 全部都是快攻 对 那预言K生就还不错 就真有法师 打速写的冰箱 有没有冰箱 我觉得是蛮关键的牌 暴风雪 肯定是暴风雪吧 肯定是暴风雪 其实我觉得杨演是不错的 但是它是 不是 它这个是选错了就没有了 被秀又暴风雪 主要是这个是很好猜 会不会被这个暴风雪卡住 因为暴风雪打这个法师 其实没什么意思 暴风雪 有两张法术都是给的额外的 任务完成2加硬币3 是不是之前还没打过这个额外的法术 对 没有交过 之前没有 硬币还留着 那他现在手上已经有三张额外的法术了 硬币 暴风雪和冰甲 他主要是不着急嘛 他必须要等到两个那个 他完成任务 首先他要完成任务 然后他还得过到熔岩镜像和阿东尼 对 你先打了一个冰甲 先打一个冰甲 也有可能在这会儿去找了牧师的节奏 因为是不是知道这张冰甲是随机给的 他不清楚这个奥秘是哪样的 对 你没有办法 对 你没有办法按常理去猜 战术上打这套无线火球法是很简单 任何卡组带给一两个张鼠的话 就可以破它 对 他拿来针对人就厉害了 但是如果你只拉到巫师缺途不一定会的 还有可能雕文发现定多一个螺严镜像 对 有可能 也可能打个四五个火球 不用无线火球也可以打四万 换牌遇到这个确实很难 你讲要玩吗 那就破牌吧 就是找牌去 平推无线火球法 对 这个不破钥匙反正也没什么用 然后打一波玩 破三张牌 上次就不破了 我现在把这排来看 现在还是目前来看是反正的 但是你觉得你是牧师的话 这把你要怎么样才能赢呢 他这牌好像也不够脏 如果说能偷对面一套无线火球体系的话也还好 偷也偷不动 我觉得刚才就是那个草如果能给一个冰箱 因为明天有这牌 我有机会去 就我 冰箱的话 冰箱也没用吧好像 无线火球打完的话 咱们可能还有个四五多火球的 对 然后主要你场上什么都不剩了 是的 他在把你打死之后 你还得结场 你还得加血一回 总在说这个队局 其实刚刚如果能不能偷到密法宝典的话可能还比较有一些机会 是的 好奇的银根草又来了 偷安东尼我觉得也有机会 偷安东尼好吧进攻啊 呃那是三 那肯定是三 对 看看三能给点什么 这点法师还是很从容 可以暴风雪过牌吗 手上还有两个冰箱法师 反场能力可能有点点弱 因为他只有冰箱法师去控一下这个节奏 两个末日是已经交掉了 嗯 他也不用反场 他只要再拖一拖 差不多了 就自己再过个三四个回合 对 就齐了 那宝典也来了 哎 先上 拉一个奥秘 还有一个冰箱 对 然后再过牌 牌过很高了 只有十一张了 暴风雪就可以了 这里好像 先把费高的打掉 我倾向于先把高费的打掉 暴风雪不容易出 先出暴风雪吧 对 费用会比较高一点 你以为他现在只差两张牌了吧 机会来了 刷 莱拉去刷一些 特别的偷牌 刷偷牌比较好 或者你完成那回合 我把你任务偷掉 自己的牌都很垃圾 一定要靠偷了 莱拉这么刷容易爆牌啊 对 爆不到吧 他现在爆不到 现在爆不到 对 他得有那个 减费的一起才可能会爆牌 这样的话他爆不掉牌 解不掉 但其实也没有很着急 开保点吧 开保点最好开个羊把莱拉解的 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但是你现在得把手牌消耗一下 反智 手里已经十张牌了 反智没用 冰环 然后要记住法术功名是不减负 10点手牌负的 我一直打冰环 打个冰环 打冰环 好着 哇下回有烈焰风暴 但现在问题是 是不是先打左手边的冰环 还有三个法术 别到时候就 最后一个法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爆牌 现在手牌已经有点多了 现在是十张牌 对 你现在手牌是满的 应该爆不到吧 他这手牌还是 这些法术都挺能出的 对 如果密码保点给个几个冰鲍的话 就可能就难出一点 冰鲍配冰 还是打冰环吧 因为对方是有一个莱拉战场 打反智 没用啊 不着急做任务 因为还没齐呢 就是为了刷一波 刷四维窃取 刷四维窃取 偷安东尼这种才有救 刷四维窃取 赚两张牌 就应该是 应该是会爆牌的 下回合再用 真言所处 不错 把鸡腿的血量打回来了 舒伯就觉得很气啊 他这么多奶量 其实打冰法完全没问题啊 就有机会的 是 打无限火球就 确实是很法力 就是你这些努力 比较土劳 目前我们还没看到什么 还还不错 心灵阵暴 这点 大概就是我那时候打K神 用冰法打他德鲁伊和战士的心态 那种感觉 真是不知道怎么 我觉得多刷起了心灵阵暴可能是好的 就来了 刷吧 现在都已经放弃治疗了 拼一下了 我觉得手里的奶还有很多 这边是不是 好像呼拉也没什么用啊 呼拉的话 不怕降了一半的场坡 我是觉得反正就再动一下再继续 现在需要消耗一下手牌了 手牌 他牌库里面只有九张牌了 我觉得这个法师他不用打无限火球 估计打个疲劳也不成问题 是的 因为牧师这边是理性人 但是他刚刚有一个安格洛 他就是把这些牌子打这个呼拉不为了降场坡 我现在自己 只是为了丢手牌而已 丢手牌 生命还非常安全 我就打个冰环让你难受 或者说我就挂一个 挂个反制就把反制卖掉 是吧 对 挂一个反制确实也没什么用 我觉得就挂反制吧 冰环还有用 冰环的话到时候还有用 对 就不要出这个二一了 这个二一 包括那个法术共鸣 他可能会增加你的手牌 是的 只有打一个反制才能让自己的手牌减少 对 对 正好可以帮忙完成一个任务 对 因为还差一个任务 一定要注意 我的手牌已经忙了 爆了就玩不了了 这爆的牌有点伤 其实很好 因为莱拉给到都是一些低费的法术 对 但是他以后可能能多刷好多牌 连刷多少个震爆才有机会 控心速 控心速控个安东尼 控心速控安东尼的概率极大 对 好像就是安东尼了 对 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 他知道这件事吗 我觉得已经是只剩下安东尼了 他不知道安东尼在不在手里 他不知道安东尼在不在手里 学法 学法有可能吗 学法 学法可能没出过 学法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学法 不是 哇 控心速看是不是安东尼 有安东尼 学法还是安东尼 我的天啊 哈哈哈 学法 对 因为实际速控制 他不知道安东尼在不在手里 对 规碟 但是秋月凉峰的表情 毫无波动啊 但谁把这个牌是帮牧师去加速过牌 加速用疲劳了 觉得就算过到安东尼这边能赢 也不能 也很 也不一定啊 我觉得也不一定 也非常难 人有什么可以讲的 刁文 然后再出一张牌的话就完成任务了 打那个冰环就完成任务了 2 4 6 8 9 打完冰环 8加1 9 可以的 没有报任务 对 不报任务就可以 然后也是把手牌消耗一下 打完冰环刚好10个 没有报任务 不报任务就可以 对 挂一些没用的数据 因为不要报的安东尼嘛 报的安东尼你也不知道的名了 哎 现在的问题就是 对 不要打 今天打冰甲吧 对 不要打那个风暴啊 以及那个法力功名那种 这冰甲是实实在在地消耗一张手牌吧 你脑子上有冰箱 这牧师再这么脏 他也 他也不能报到你的牌 对 他也辩不出照明单 我的手牌已经满了 来了 这老师报的影响不大 牧师现在只有6张手牌了 就牌库里面还有6张牌 法师这边也是6张 6张的话就是莱奴妮就赢嘛 法师这边态度就是随便你刷牌 刷得死我就算你赢了 算你赢了 心灵阵暴 这是两个成绩 对 这已经是很好的牌了 就是心灵阵暴跟成绩 先缩小一下 他这个是进化 进化可以打脸 如果他能刷到什么新火啊 翻倍翻倍这种的 对 也是挺可怕的 神圣子灵啊 新火啊 但是他会爆牌嘛 因为进化会多一张牌 对 是的 他的牌 他把莱拉也给进了嘛 没有进了 进了 这些都没有用 就是为了多打一点 就是为了多打一点 还是法师的优势吗 留分别报道安东尼 就我刁文可以再去找一轮 再去找一轮 找一个冰啊 这种冰系法术也好 是AOE也好 都可以的 现在生命还非常安全 他冰箱都没破 破了冰箱还有一个冰箱 对 那这边的话 安东尼沉地也没关系 我到我第二个火打了 那之后一个火抽起来弄泥 然后赢了 是的 宝典来晚了一点 他的问题 现在Super时间的问题是 手牌用不掉 好 刁文有没有AOE 他可能要找过牌吧 过牌也可以 我们都没什么用 留个火球要不 这回再冰一下 然后上个血法 看一下他的牌库里面 只剩五张牌了 五张 学法要不自己点了 其实火门也可以 直接打掉莱拉 然后自己占冰 可是怎么办呢 对 火门打掉莱拉也可以 也不让他刷了 对 因为对面手牌明显 火球 火球加一个冰环 冰环 这样就肯定不会破冰 对 所以就刚刚我就是 想说SuperJJ 那个第一个草 它暴风景没用 虽然我们知道三张 拿了另外两张没用 那我肯定立刻 是一个咬 万一你放的是羊而不 到底 因为我拿没有用完 卡我一张手牌的位置 就是暴风雪这个位置 有还不如没有 没有 就不要拿暴风雪 因为打这个无线火球法 可能暴风雪没有什么的 对 可能我们不太舍得 就是 就想多拿一张牌 是一张什么 对吧就是地上有十块钱 你说你给你你不减 你说十块钱占地方 对 然后觉得好奇怪 后来发现真的占地方 对 对 后来你前方就那么大点的位置 只能带那么多张钱 然后这十块钱占了一个位置 给还没人要 拉过来这个雪上 能干嘛 能痛掉啊 痛掉之后就又要爆牌了 他只要有来拉在手牌 他不能让对方过牌 对面再过到牌 他这边就死期快要到了 对 也是宁可自己爆掉 没爆 他下过一张怪 所以没爆的 嗯 快要好了 已经完成了 我要差一个安东尼啊 但是他是下回合去过安东尼吗 是 他已经知道自己后面的牌是什么了 下回合是肯定能过到安东尼的 总有一天我也会像你这么强 下回合 打开时空这门 是不是还是有点着急了呢 对啊 这不是安东尼 哎 他在干什么 对啊 我就没想明白 我也没想明白 我以为他后面已经算好了牌 肯定能过到安东尼 对我看到手牌没有过 手牌有一点什么 我都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打法 这个打法是要暴风雪空一轮 然后打出了一个 那你吃一个 你吃一个脑袜是不是崩了 对啊 人家莱拉刷那么多牌 然后你吃有脑袜很正常 有AOE也正常 对虽然我们看到 他那暴风雪你说这十块钱没用 这暴风雪就是 有用了 他觉得对方是没有任何回血能力吗 但是莱拉刷一费哪有五 不是很正常吗 诶 这个光照元素 我觉得最终也许无限火球法还是赢了 但是这个打的还是有点太急了 我觉得有点问题 你给了牧师机会 牧师现在打一个NOA回去 而且你觉得他没有回血能力了 他牧师 他是牧师啊 这不好说有没有回血能力 他再来 他鸡腿是不是第二个 两个都已经死了 但如果他莱拉刚刚刷的有一些奶在手上 你怎么办 就打的风险太大了 这个 比如说他刚才刷的都是B费法术 有一些6费打5加5在手上 你要怎么办 有神火啊 有那种 对 有奶的概率其实挺高的 不过刚好没有 刚好没有 是归刚好没有 我觉得这法师这个太着急了 就趁 就剩最后两三个回合了 挂机也可以过渡 因为 靠冰箱也可以过渡 冰箱可以活 你再活一到两个回合 然后你手里留着那个三费的那法术共鸣 去触发安东尼 然后军营 必赢局啊 这是 哎有一张 卡了格子了 可以聊吧 有一张迷思 那你这现在 虽然我承认你安东尼挂一个奥秘 然后一个火球 就还能把他打死 就万一这边牧师有奶的话 他就输了呀 对啊 对啊 现在法师手还有两张牌 下回合抽不到安东尼的概率去 对 还有一点就是他如果疲劳的话冰箱是没有用的 对啊 如果他疲劳了 你安东尼沉底这样就输了 那样的话你安东尼沉底都不输 你可以再倒数第二回合去刷 这边牧师也是惨 这一回合是可以破冰的 对 破完冰之后 但是 牧师可以开宝点 就是把牌打掉一点开宝点 主要他要不要防这个奥秘 那等于现在 他这么打的话 如果对面没给你冰箱破掉 你抽到安东尼 你是AD安东尼吗 你手里冰箱打不出来呀 对 这游戏斗鱼时刻就是 完成了之后 发现手里留一个冰箱 安东尼打不出去 冰箱没破 安东尼打不出来 对 那你这个奥秘挂它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这个奥秘的话 苏波阶阶猜不到 因为这个奥秘特别像反制 它不好猜 但是你等于说 我说E-Filture就是秋叶那边 你是要等期待 苏波阶阶打一个 牧师的伤害法术 好先去破一下镜像 结果 心灵震暴 也不是奶 啊 这 诶 你出这张牌不是 自杀吗 还真给了一个 最后感觉也是 苏波阶阶感觉自己逼死了 然后就让自己掉血去过一个法术 对 那张牌不能出的呀 这一局也是 这是两个回合的疲劳 确定错出啊 我觉得确定是觉得对面都这么大 我肯定死的呀 我不可能能活了 然后 是 就去找一张 让自己扣血了 因为他算了一下两个回合的疲劳 因为他有两个冰箱嘛 对 但是因为疲劳没有用 你就给他打到剩一 有连冰箱都不活 因为牧师自己的血量值只有三点 然后两个疲劳的话他就死掉了 他没有回血能力 但是疲劳的话是他先进疲劳是吧 对他先进疲劳 他已经疲劳了 所以 因为在这个回合破冰以后 下一回合他就先扣一些 然后他再挂个冰箱 只要他 火冲一下 对就死了 所以说从前面来看 苏佛JJ也没什么问题 他把那个疑飞奶五全都是 工厂都给用掉了 因为他万万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怎么会有这样的法师 他有一套OTK他不打了 他就要打一个有限的输出 对 可能秋叶我记一下地主之宜 我就表示一下友好 结果发现你还没赢了 其实挺可惜的 一套无限火车吧 我没有看到这个表演 对 是吧的话 就秋叶已经尽力了 还是借借这个牧师 抓不到机会啊 对啊 就是因为不可能输 如果你就是等两个回合 真的是不可能输的 这样一个对局 你有第二个冰箱 有那什么 你留一张牌出盘都离就好 这样会更加的稳健一点 现在皮刀结果是一样的 是 但是万一真的刚刚对面打的 不是暴风雪 是NOVA 然后你自己这边又多掉了凉雪 法师这边 然后人家多拿凉雪 场攻的压力还是有 还是很难受 当然了 我是希望秋叶梁峰 能够战胜SuperJJ 因为今天我们两场中欧大战 目前就是 欧方都赢了 对 欧方都赢了 虽然比分比较接近 这也不是会长的波 这是卡组的波 但是 当然希望可以赢一场 但是这个法师这会儿 打的真的是不好 不过优势队局跑了 不过优势队局跑了 SuperJJ那边估计 西天也没有太受影响 我也知道我这牧师赢不了 他这个牧师去抓一些 这二路快攻的职业 还是不太大 前面就说了 他牧师是打其他三套牌都可以 刚好就被 呃 七优夜市找到了一个优势队局 对 找机会把无线火球给出了 这是一个 打脸战对 牧师 还是刚刚那个那个牧师 那牧师的话 我们看起手很好 他还有那个交流排行者 我觉得换个灭就可以了 对 哎 他灭是换到的吧 还是 他灭可能是换完了 换完了 因为他这个版本的海盗战 只有一个五飞八八 你灭再灭狂战队的时候 也已经就很晚了 这一块的话 你会不会卖北军 会下的 会下的 打快攻还是不要下 是有怪就下怪 尽管你之前站起来砍我一下 你没有的话就很难受 北军一换二已经是大赚了 他还得 他可能不解了 对 有本事你不要换 好 他解了就是防对方一个三三四加血 对 不过对面也没防增严肃盾吧 应该是 好 三五强一战 战士不知道怎么玩了 这边可是没有刀 对就是没刀的战士很难受 上个狂战士过 对 哎 AOE也来了 那这边我是不是可以考虑 因为我不贪北军过牌 我上两个怪 然后就直接北军加一个 那个 那个怪叫什么 那个元素吗 防律 有人受伤了 光照元素 光照元素 对 有时候经常排名记不住 功能是都很熟的 其实可以英勇打击加升级 英勇打击升级过强 然后三弓的那个暴乱去减一下 北军或者防律 然后英勇打击过强的话 因为暴乱也只有三弓嘛 是 正好可以处理一下树下的怪 是不是解 不要解北军 解中间的光照元素 考虑一下 到底是解光照元素还是解北军 你奶怪过牌的话 对于牧师来讲是让节奏的 海盗战就说 我让你转手牌没问题 因为海盗战跟谁打的时候溃牌的 我要的就是节奏跟伤害 就是场面上人站住就好了 对 牧师过牌的话不影响 是 其实可能解光照元素会稍微好一点 他在考虑用致死打击 或者他不会想 就是直接打一个英勇打击 然后卖掉二三 这也是一种选择 因为他下回合有一个奥金斧升级 如果留着的话是不用了 好 看来这边是 白者是输掉了败决 败决 一二八 可惜 哎 还是解了北军 这边打个面还能打一口 因为可能觉得这个牧师过牌能力就这样断掉了 哇 一个面一个痛算了 终于知道为什么 Super最绝会在棋手的时候流灭了 确实很有用 学到了 因为你 他在 棋手有一二费的情况下 你上一般的生物是对他照不成威胁的 只有像狂战士五八八这种 他才会怕 对 不然的话因为你要等到AO一起解的话 这太慢了 哇 战士 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 对 因为牧师有二十七血 你要是四个回合的两把刀 才能输出十六点上来 如果他上回合不交这个升级会不好一点 就上回合的时候不考虑交升级 直接一个自私打击 加卖掉那个二三 就把这个升级留给刀 这样输出高一点 不过也还是不够 但是我们要觉得这个牧师是有一张哈利森的 对 当时那场面就很差 是的 场面就只剩下一个狂战士 对 就是我们从哪个视角来看的话 对面这个牧师抓快攻抓的都很彻底 是 所以像我可能确实是解决光照元素好 这样的话他变更痛不 然后一是不能同时打出来 对 四对是没有办法交两张 对 对 都严了 坎脸 坎脸了不能再结场了 一看二十还有二十二血 一抬头 哎 能抽墙是最好的吧 对 那个四三三的墙 那升级 这肯定是升级的 是的 不挂 百不挂吧 零费嘛 有梦想的 哇这个生物攻还是高 对 七攻 那就要砍怪了 砍了 砍了银根草 就一定要解一个银根草了 是的 祈祷你能站住 因为对面交了一个面了 砍完银根草 然后换刀转甲 是 正好是六分 还有一交自死也可以啊 这个自死的话 你是不可能打出六的 这样可以把场面牵得干净 等于你就拿至死 当一个打5区 对 打4吧 是吧 对 因为你打4区就解怪了嘛 然后你这奥金斧的伤害 就打到脸上了 他这边是防了一手哈里森的 所以是刀都不挂了 那边也是退留了一下 因为手里有这个鸡腿 有燕灰牧师 是的 所以这三张嘴 对不转白不转 上 鸡腿 然后升级 手撕 好钢啊 升级手撕 直接就加了 完全没问题啊 还有20多血 对 他这个回了五血 然后我的 希望你对他做成两点伤害 继续 只要我的三六你必须要去 你如果不处理 好 机会来了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用这条蛇 单刷牧师 一个荣西就挂了 对 荣西在一个生物去换一下 因为你这回要砍他确实也是一个节奏场面都没了很难受 有这边一个龙西还加三点血 我们看IG逍遥也是直播一二八强 我这个让牧师好像是只带了一张灭的 哎 是的 就是因为他只带了一张灭 才 起手就留了 哇 来拉 下波可以刷牌了 那边血有奶 一点都不摊 哎 库卡龙 抽的牌都非常好 战士那边 现在抽的 我看你就是攻击的血线太高了 抽一打一的话应该是牧师会稍微好一些 不会需战士 怎么抽都会比战士好 这里刷很多了 对 又一张龙西哇盾 因为这个每个都是转一张牌的 金控 金控却是没有用 然后活儿换一张 又是盾 对最好的是一位哪一个怪物哪连虎能够打这个战士的话 狂那就是狂战士自死结场了 自死结场然后四三去打脸 对然后对方可以金控库卡龙一换二 对或者龙西药水 金控控法龙的话费够吗 金控法效果酒费还大 酒费啊 对 有龙西药水就行 因为这个三七你不解呢 梦想太大了 他虽然本身不具有回复的能力 但是他能够刷 刷出大量的这个奶 那张牌我又忘了叫哪 这一位哪一个怪物哪连虎 连结治疗 以及神圣泽火 空场是吸血十九血 应该打不死了 还有哈里森 这套不是抓快攻还是抓得非常彻底 要不是第一个无线火球机制的话 舒服机器拿来首发也是非常正常 对 升级 要不要打 不打 我觉得我觉得不打 因为不打的话下回戳奥基胡有梦想 打了的话这个东西还不如人家哪一口 对 头了 然后又不是还是跑掉了 双方也是 虽然可能第一局比赛打得有点小 有点问题 但还是都是优势的局跑掉了 对我觉得这个海盗战不好跑 舒服机器这边能在 能被海盗战海盗战抓的职业 可能就只有清玉德了吧 只有清玉德是怕海盗战的 但是现在清玉德其实如果放两个交游爬行者的话 他也也不是特别怕 对他针对一下的话 如果你起手不是特别卡 就前面墙放的多一点 还是有机会的 你看一下就是舒服机器这个德鲁医师带了几个交游爬行者 这就是决定他看快攻的能力 哎我好久没看到 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吧 好像有一个 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 是 就是说交游发行者如果有的话 因为清玉德现在 他明显的弱点 就是一是打不过任务贼 二是打快攻压力非常大 他如果调整一下版本 稍微放弃一下对内战的胜率 可以提高一部分打快攻的胜率 就是这个清玉德上个版本打海盗战的话 可能就只有两到三层的胜率 这个版本已经升到四层 四层没有问题 四层左右的 这个大地自灵也是加了很多的固甲 对 可能加甲的话就大家都知道 就只有两个野心神动武 现在又多了两个大地自灵 才是一费的 虽然少了分区 但是也多了一些主强吧 因为对于场面来讲 上一个版本我还见过清玉德 拿末日去防快攻 但是你末日在 就是打到 打到后期就没用了 打到后期就没用了 对 算一个鬼抽 但是你交游的话打到中后期 今天这快攻 永远出一个三五嘲讽 他都是一张 三费三五怎么都是很优秀的 哪怕放到十费 十费以后 因为他是高于快攻套牌里的 平均每一抽的质量的 远高于这样的一个质量 还是一个萨满抓快攻 我看到这个萨满感觉很难打 就是 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个海盗战去冲 这个 他是一个就是有清玉体系的元素萨 但是他元素其实没有那么多 他是不是有灵魂回响啊 就这样的一个组牌 你是说说不就是这个萨满吗 对 他没有灵魂回响吗 我我我没看到 我以为有 但是他有反正在海里莫斯 然后有一些元素 这两个斯菲奶 非常厉害 哇 还是要摆下 两个斯菲奶 就比较强 现在在对海盗战的对冲方式 他已经站了海盗战场 这里就挂刀 海盗战骑手还算是不错了 因为他下回有combo可以跳 一加三 对 有机会啊 这战士的话如果能站住这个场 对 这一一都要快 你下回拿太吉斯吃掉这个一一不好吗 呃他觉得宝帕奇斯 刀留着持久是太多了 刀的持久太多了 你从他的视角上看刀很多 用不完所以 对 对 该上了 下回你的海盗是 海奇斯是2-2的 烧杀无虑 这里如果跳船长会不会好一点 跳船长的话保四血 对 我是觉得船长会好 因为你手里武器很多 你现在把这个 不急着升级武器 跳船长的话把这个33变成44 然后11变成2 对 对 对 这边有没有轻易闪电 套牌里是有的 如果抽到的话还是可以打 436在这样的一个场面下 还是比较卡手 看一下这个上板带了几张闪电风暴 闪电风暴 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闪电风暴 没有 只有两个单 对 只有两个单 有一个蜷蜷和一个摔变 他直接出 升级武器然后看脸不解图腾 大蜷蜷古第四要出了 大蜷蜷只能解掉那个圈圈 因为自己手里面打还是可以的 哇这个蜷蜷非常有用吗 应该是 因为他身材够了 他这副作用可以忽略 下蜷可以卖掉 下蜷送掉就可以了 从上帝视角看的话 上蜷还是上南海船 船长好一点 船长的话就对方根本解不掉 对 都不吃大蒜窝 因为我们上帝师讲啊 这个选手这个选择也完全是可以的 可以多场取吧 主要是但是你4费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 对 这个武器不砍吗 你手里你肯定要砍 肯定要砍 对 他在考虑砍怪还是砍脸 我觉得砍怪 我觉得也砍怪 因为他不缺直伤 要的是这个场面现在还空空 我觉得砍怪好一点 我对面的兄弟确实不多了 这些杀手蟹 这杀手蟹品类不对 在欧福的时候 在欧福的话 这个杀手蟹的流行程度是远高于葛拉卡爬井蟹的 因为欧福渔人骑特别多 所以这些欧福选手普遍更喜欢 渔人杀手蟹而不是海盗杀手蟹 今天公开组的比赛的时候 我也是遇到对手带来这样的这个杀手蟹 是的 我们打先开赛都被杀手蟹干掉 现在好厉害这个杀手蟹 四大蟹 据说是生物链的顶端 是跟螃蟹有关的 他就是 加血 加个杀手蟹 手上也是没火蛇 因为他手里 这边就极限成了 这边不管 这边就极限成了 压力蛮大的 伤害的话 这回合上刀的话 萨满反而压力不大 因为场面他能控住了 他就能翻 他手上有强有奶 又是一个杀手蟹 哈哈 满边 连抽两个杀手蟹 这些有点糟糕 三分之一概率的嘲讽出来了 然后再加个强 然后再加个强 总出嘲讽 我怕你战士确实玩不了 就萨满是不怎么怕你这边抽直伤的 只怕你场面还要无限再强化一下 哎 自死打击 哈哈加自死打击 还能继继继继续走脸 哈哈 有机会 这边战士手牌也是 战士这个爆发拖得非常高了 对 这里是用刀 没有浇自死 但他现在实际是已经在教杀了 对 这边又得解决场面要把血奶回去 这里是不是有一血的伏笔啊 你们看呢 他为什么没有用自死去过强 然后刀去盘练 让自己受伤的话 自己是26血受伤也没什么区别 对应该自死过强会好一点 他可能觉得无所谓了 对面下活必死强奶都已经交了 然后哇 这个战士太凶了 就手上他摸了大概我算了一下 起码有60点斬杀吧 60点磁伤 这里 速度接接要 没嘲讽就要死了 没嘲讽就死了 而且这摇了嘲讽 大怪都出不来 哦 还是砍死了 主要这两个鱼人杀手线来的 实在不是时候 哇 哇 这海盗战能打一百血我感觉 比赛加6也能打掉 那个一血伏击根本不算 那现在这个 秋叶还剩下 两套牌吧猎人和 萨满 他这套萨满是带一个杀手线的元素萨没有带清玉体系包括连清玉闪电都没带 那他内战可能战场会稍微吃一点亏 这种元素萨打清玉 清玉刹是稍微劣势一点的 然后他这边 猎人是有一个印记的版本 有一个印记还有一个兽群呼唤的版本 还有一个三宝 他是很厚啊这个猎人 还有一个科多 我觉得这次比赛的话如果猎人的话科多非常管用 就打谁都好打比如说兵法很多 任务很多科多一出的话 赚很大的便宜 内战也能够 应该是有的踩一般来讲 比如说对方上了一个犀牛 我上了一个科多大家都是五废怪 不踩那么好的怪前面的怪就是 因为攻击频率的问题我经常减少你一个攻击频率也是ok的 是的 所以这边的话可能是是不是猎人稍微好一点 因为他的萨满偏中庸吧 对他猎人的话可能不准怕对方抓 对 因为你的萨满的话还是偏慢一点 他是一个纯的元素萨 那他萨满先跑也行啊 他萨满要是跑了的话 那后面这个猎人反正有小得对面 对不太好关 就两套牌了 越到后面的话就不用纠结上什么了 就是反正就两套 是好对面还是萨满内战 那有两个体系的话 因为元素比我多的话 你只有一个体系 你会有一些质量很一般的元素 说过GG这个体系的话 你说他两个体系 其实他差不多有三个体系 他还有奶体系 你看他带了多少张回去 两个436然后温泉守卫 再加一个领主温泉守卫 这一回合起手比上温泉 我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可能是有生物会见上 哎 这法星界战场了 这要出个交友 跳一下 这个交友现在他确实前期有点厉害啊 交友一出的话场面就站住了 这只能摇图腾了吧 对 不可能打闪电风暴 打一个三打一个二 然后把他换掉 摇图腾他元素断了 四费还得挂机 这个节奏就没有对面 说不对对对对 上面的节奏好太多了 这边 摇图腾 也是摇图腾过了 哎 厉害一下 治疗祖传可以回回来 对 摇得非常好 不留个元素吗 他觉得他 他不需要留元素 四费可以打青蕴散电 然后火元素作为一个先手元素先出 也很好 那只能上温泉 守卫扛一波了 上温泉守卫 如果对手有火车就 感觉就疯了 他要他想摊一手法强 但是没摊到 对 这就很伤了 如果有打枪的话 还是很好的 直接就可以打 可以打青蕴闪电 打完的话他也是怕AOE 但是 你也摇图腾过 然后就吃了他的图腾 继续去蹭 贪的话也可以 就不想交这个闪电 想交给你一个比较有质量的生物 上加血的 上加血的了 我觉得上加血的是可以 这样的话 防AOE啊 六血的防AOE非常稳 战场 这边是两个火车卡手 因为一开始场面丢了 就因为教育发行者的存在 确实三费 他三费如果上温泉守卫 不要贪的话 这里次费就可以上一个 他是丁构圣顿吧 现在他什么都上不了 然后AOE的话 法强继续咬吧 看什么是能咬的法强 法强来了 那一定得打了吧 打个大漩涡 那打个大漩涡就过不了 强 哇 这个厉害 他想确实是这么想 吃不到东西 合成大漩涡 双方摇的一费生物都挺厉害的 都还不错 五元素 吐掉一个 吐掉一个三一吧 这样的话你下核那个好歹 托威尔苏之之可以 然后你下核是三加四嘛 那下核这四还可以出 现在手牌上来看的话 说过绝绝占了一个艾雅黑场的优势 这个生物战场特别厉害 是 不好听 我说轻域之前没有 现在轻域还比较小 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火蛇 那这里是不是可以考虑交火蛇 就够了 火元素 火元素和火蛇做个比较 我主持觉得空刺费有点难受 就先拿火蛇去把你的AOE骗出来 压力很大这边 压力很大这边 诶 快 华 退出来最高费的时候是三费的 这个退化还是不太舍得 对 因为手上没有大炫窩啊 有网语的如果退化会有点赚 就不赚 主要是 直接肯定放下一个看着火蛇行词 那这边是不是可以火元素吃了炖 然后给你换了 还是我先上我战场 然后战一个鱼人杀手蟹 这样的话 我杀手蟹是3亿啊 而且就是问题在这 你别看标数了 再把火蛇行诊 然后下一个 你稳一点都不摊 因为他看到他交了一张风暴了 对 对 最后的麻烦主要在于上后没有打元素 退化肯定也不转 十年间 先守卫 你刚一点 直接直接出个火蛇过来 出个火蛇过来 直接出个火蛇吧 这火蛇废了 因为他场面一直没有 这两张牌就等于废牌 他因为你4-4的话 对面要么就拿牌来换 我觉得他这里非常落后 得掺一点 就是这火蛇就出了转 对 这样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翻盘点 虽然他刚才出火蛇以后 这火蛇就出掉了 但是 瓜加一个 圣盾 他翻了这一把 手里的牌都是卡手的 残局的时候 然后发现一张元素牌 特别凶 这边要是一直鬼抽 这种质量的牌也还行 哇 哇 这个萨玛内战无敌了 元素领主来了 是 这边应该会选卡 没有问题的 需要悬念 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就退化一波都是低血量的生物 然后再抽一张闪电风暴 对 再抽一个AOE 看来看他有没有 他是 这里敢退化吗 退化风险很大 退化最厉害的是一个四费 一个四费 两个 一个三费 一个两费 主要退化完了 那个妖术还在 就是你过不去 因为他零费是退不掉的 就你没有办法说我圣盾 去吃你一个比较好的怪 除非退化一个三费 什么三三炒谎的那种 贴巴熊这种 法强退化 好吧 这这手留着吧 还是下火火再退吧 该出出了 放在法强跟火蛇的房子 因为圣盾是一定会被解 但是不再出一个 出了 AOE 全场打三 抓一个全场打三 以他的手牌来看来很难发了 这把刹码内战的话倒不是输在质量上 就是前面被战场的输在一个315的 315 315交由上面啊 交由之后就战不了场了 永远是 苏菲J的优势交换 有梦想 有梦想啊 刚刚说好了退化 退出一个七费的 七费有很多垃圾 我知道有一个叫七费二四的野兽 就是 七费二四的野兽 退出什么 哇 生产没有变化 进化 进化 你还得我426 你还得把那个十字鬼给打死 不然的话 还不能交散电风放 交了的话那边先激怒3 几度就正好是12点了 那么2比2也很激烈啊 我觉得那边是强战跟清玉德 这边是猎人跟萨满 清玉德现在貌似是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清玉德和萨 那我一直觉得清玉德还是挺厉害的 因为现在的清玉德 他们都是两个 清玉德和任务战 就Super GG还有一个任务战 是的 然后清玉德的话是两个史诚幼龙的版本 如果打到前面没打死 一个史诚幼龙拍下来下板 应该就很难了 对 因为可以先用猎人去突破一次 这个猎人又有科多又有三宝 打战士的跟打德我觉得都还行 那我肯定先用猎人了 对 猎人的话两个优势队绝肯定点上 对吧 他们的任务战版本都比较 还是不太一样的 Super GG的任务战士带了一个盾猛 然后也是一个旋风战的那种 一个乱斗吧 对一个乱斗 现在的K神我印象里也是单乱斗 这很有意思 因为他们有两个鱼术网破 就是单乱斗也够了 对 任务战过牌不是特特别厉害吗 对 单乱斗其实现在想想也够了 因为很多对局包括慢速的一些对局 乱斗可能会卡手 就只带了一个 那么这边的话 我猜邱夜会上猎人 猎人 正常的应该会先跑猎人吧 猎人两个优势对局 然后萨满的话不是特别优势 萨满的话打战士机场是没有优势的 果然 果然 这边任务也换 换任务吧 谁换了 谁都不要 他这个真的很坏 他换了很多网语 四费的这个 寄生恶狼现在其实也用的不是很多 反正他手牌越后打战士 四费就越容易吧 对 我觉得起手换个兽群别的都可以考虑留着 狮子也要这么贪留着 狮子也可以留吧 狮子这么强 你看 又回来了 哈哈哈 听到了会长的呼唤 二费上一个不要跳了二费上一个怪 然后三费跳一个四费出一个 是的 反正打战士也没那么急 而且都是一些网语的生物 是 他是放弃了那个 三费的那个 二费的那张子卡 鼠群 他放弃了鼠群 任意鼠群 哇 他连鼠群都可以放弃 把他换成了寄生恶狼 对 这个不是限开赛 不应该是因为没有成 我觉得 对啊 应该就是没有子卡 应该就是个人他特别不喜欢鼠群 对 因为猎人确实散费很多啊 放狗啊 然后 杀戮啊 动物伙伴 动物伙伴 鹰小弓 他觉得这些东西是抢的 那我三费拿那些东西去 顶一下场面 四费出七生恶狼 对 就是一个升级版的数据 万等于 哇 抽到了 那边怎么办呢 这几个网语配合西纽的话 还是很厉害的 四四五六 这边猎人已经 有一个非常好的节奏了 除了一费挂机以外 是 那么这边是不是出个胶油 我砍了三三 然后就依次去铲掉 你三三网语的一个东西 他可能会上二六的牛 不会上胶油吧 毕竟费用上 还是上四二六的牛 更加好一点 那我还因为没看到 再来一个 哎 这猎人牛还挺难受 难受 就这把刀比较难受 你看上这个 继生恶狼这样比起来的话 他就跟 他跟鼠群有什么分别呢 他比鼠群还高了一点 对 如果是鼠群 寄生恶狼 下回就硬闭狮子了 他完全放弃鼠群这件事也很难讲 因为应该是 大家专业组的选手都应该是 可能准备的 都会更充分一点 不像我们不开足很多水友 抱上鸣了很开心的就是 制定了一趟旅程 来到实际了 那我还是这样 我就不理你那个外婆 能不理先不理 看不见 这一地的一一没有什么用啊 这场面是战士的 主要也没有抽到科多能踩二六 这样的话就加不到我们优势 犀牛 犀牛上去 犀牛上去 犀牛上去感觉不就是卖给了吗 那犀牛上去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犀牛上去的话是可以解掉一二 然后网绿加上常常两个生物去解掉五五 也是可以 然后你一个一干五不好解我 是的 犀牛才一二 犀牛如果冲一个狮子出来 对 这回合还是上犀牛好一点 对 因为另外几个身材太小了 是 三换一 算了 主要是狮牛配合一些网绿生物还是不 而且狮牛不行 我狮子输出是要爆炸的 JJ是不是解不掉犀牛 他撞一下加一个鱼死网破能解 这样截起来的话 能接受吗 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接受 因为场面还是自己的 可以用备用下一个四倍的材 总比以外到时候 狮子撑出来会抢 对 狮子撑出来太可怕了 还得要战狮子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完全版战士对完全版猎人的对局 这个战士抽的这么好 其实战士想这么顺的排序 比猎人要难很多 是的 他这个排序其实有任务也可以做下去了 对 7费那527加个奖 还好他没任务 他要是挂了任务的话 最把战士就赢了吧 但是战士确实打猎人不敢挂这个 土狼放狗这波我很强 土狼放狗很尴尬的就是你狮子 就是少一条狗 少了一条狗 会长上 那我觉得可以先上个鹦鹉 鹦鹉可以来狼 土狼放狗就是狮子加一条狗去解那个527 是的 在这里先上一个 还是说狮子去撞3-3主动送掉感觉很亏 先上1-5看看有没有森林狼 这个黄蜂还很厉害 竞技场好像很厉害 先踢也可以 这回合直接上怎么样 对 但是土狼放狗行不行 土狼放狗解掉 他三条狗主要是狮子加那个什么剩两个就过不了浇油了 他肯定要考虑到防巴肺那条死神幼龙的东西 以及如果你无脑毒孔狼然后斩杀一波怎么办 对 那这样的话就很尴尬 他如果狮子撞到3-3慢一下让他缠解 然后把土狼养得很大 这条狗也送掉了我觉得送了吧 哇 不送 那不送的话就没了 不对 他这边 刚刚那一刻都撞了 上龙的话不能全解 这个土狼解不掉 那就是撞到土狼的头上一二打脸出个龙 给你剩两个狮子 对留两个土狼 对留两个狮子就太可怕了 对对对 选择 剩两个二 还是可以接受 剩两个二 对 剩两个二这边一个兽群呼唤 然后然后再来一头 因为八回合猎子倒不是很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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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潜行的 对 而且你训起来换换掉 他在特别想只看他防不防第二条死生幼龙 说真的这个好难防 对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防一般是不会防的 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 但是其实如果你现在出死生幼龙也不转 那我等于一个四六换你四四我生四二 给你生一四一 死生幼龙他肯定会上吧 这里上了直接吃一个黄蜂 就不然你没什么好想了 不然你什么都上不来 当然猎人也还能打 因为猎人三宝还蛮强势的 我感觉猎人打不下去了 他三宝完了没有过牌了 然后战士这边有馆长在又可以过牌 不过战士没有龙了 对不战士现在血线还太高 战士的话我们看一下他有几个龙宝 就这么一个 就只有一个空 空叫龙宝宝 那就等这个龙宝宝送掉了 对送掉后会出一头 更大的龙宝宝 对然后再去拿馆长把他给抽一来 然后留了一手三宝 战士要赢的话战士一定要抽到任务 哇两个普通师生抽到任务也不怕了 主要是战士这边高智朗的生物 现在只剩下一张狮子了 对但是其实稳住了 但是血线还是有点过于安全了 看到这个猎人不停地抽杀手蟹 又想起这个萨满也是不停地抽杀手蟹 到后期的时候 好红 因为这样的话 就很难受 因为你520刚好过不到36 旧边的一个猎人 还说没有在优势的让我跑掉 对那是打清宇德 应该也还是会上那个猎人吧 继续上猎人吧 打清宇德总没那么难看吧 当然萨满打德鲁伊一直以来也还可以 主要看德鲁伊 还是猎人优势要大不少 要大一些 对因为你的狮子包括你其实三宝这样的 德鲁伊截起来也是很难受的 对 就一费 只要一二三四有一个上怪的节奏德鲁伊肯定不行 对 这把猎人就是那个回合式 对吧 放狗的时候不够 主要是 呃 战士在前家抽一把刀 刺了掉两个恶狼 对 人家两个恶狼其实没有占到什么油 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还是硬币上的 对 然后顺便就被人家给处理了 然后还激怒了一个426 然后一下整个就被压住了 再到后期的话 战士两条死神又龙AOE一波 猎人手牌质量就已经跟不上了 我们这战士可以慢慢给你耗吗 你是打不死他的了 他不需要做任务 在打快攻的时候 那么 现在比分还是有点落后 对 落后2-3 看一下JJ这个德鲁伊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也是两个死神又龙的版本 对 我看Clientot的版本是一个死神又龙 一个50的战争古术 更加防快攻一点 对 其实这两张牌 就因为战争古术是身材好 但是你面对快攻 比如变得就偏快的萨 应该是死神又龙会更好一些 现在版本到了一个 就过了一个月吧 发现德鲁伊现在 不管是快速和慢速 他都有能打的形态 对 两个形态 然后除了术士还是隐藏 其他直接都有两个形态 对 法师也现在有两个形态 奥秘法 然后无限火球法 兵法 都是一快一慢 战士就更加是这样的一个形态了 是 你跟棋手很不错 对 呃 你是说 德 德的棋手不错 对 因为烈的那边 只要把费用跳起来 然后过到一些生物去站在场 德现在没有生物 对 哇 这是 这不是真的天狐 炸 下锅可以去 还不好定 进化 愤怒去过一下 按照正常来的 进化吗 下锅土狼进化吧 土狼进化 而且就比较好养着的 如果进化土狼正好的话 能够土狼一个圣盾 哇 哈哈 这个感觉 愤怒变脸还行 其实 就只要能 尽快的把生物裹上 就一定要过牌了 这个愤怒必须要打 陆盔 需要一个滋养 需要一个滋养 需要一个滋养才行 这里只能变脸 好像不存在说双激活上陆盔的可能性没有 对不可能 如果夏威夺抽到滋养的话 德鲁一就起飞了 我觉得德鲁一已经炸了 猎人不会给你机会起飞了 再上一头狼 狼也好 因为你空场进化 你现在不是很确定你想要什么 现在场攻势不高 但场面在滚雪球 哇 哇 我不应该说话 哈哈 不应该说话 真的不应该说话 看一下 主要手牌费用场面 从任何一个维度来讲 都打回来了 我觉得中欧的话 中方选手不用怕 这几个欧洲选手普遍都是运气选手而已 对 这边刷很早都到了 实际用了这个墙 我看苏儿这些自己也乐得很开心 一副欧黄的嘴脸 这个爆发 进化吧 先进化吧 进化狼外婆加攻 加攻或者剧毒都可以 剧毒 哎 剧毒然后再土狼 还可以 猎人还可以打 他这是防一手AOE 对了 好像很细 没有选择加场攻 防很少 这边一条 八十八不行 八十八的话 出了 很少愤怒就差不多了 就是 哎 他是选择这个 战场加上愤怒 战场加个愤怒也可以 对 只要处理掉一个土狼就好了 别的没有那么可怕 因为我 别的都在选择在两点的 但是 十身用的是可以处理的 他在想 在猎人的六飞和狮子的那个回合 他要怎么办 我觉得他用一个 六加二的组合也可以 是 然后如果对面出狮子的话 你三六打住了场攻 场攻只有五 他的问题就是 他这个轻域太小了 只有二 但是如果交很少的话 他就没有场面了 对 我倾向于还是六加二 对 六加二会好一点 他可能也怕第二个土狼 要不然就怕狮子 从他的 因为虽然我们是上帝师小看到了 但是他应该也能够去想到这些事情 双很少可以解狮子吧 就是再加上他一点 场面上几个小生物 是 这里还是六加二吧 两个很少留着 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场面 你一个三六强的话 对面的一个一 一个三二 因为你很少 之后那个一是有王羽 你的场面也不好 对 首先理论上这样的场面是站得住的 对 就是如果你打很少就肯定是放了场面 一点什么都不占 对 还交着解牌 狮子 就得挂机 土狼杀戮 土狼杀戮 土狼杀戮更好一点 土狼杀戮好像还不错 对啊 土狼杀戮对面解了 然后你在空场下一头狮子一样的 先把这个场面解了 对 但是从他的土狼杀戮还是会吃很早 他出狮子了 出狮子就是挂机了 挂机的话这和 要不要出来的这条大灰狼 我有可能会出 八十八的龙啊 我就说如果 苏克雷雷那边 三六状 直接八十八狮子不管就可以了 对 然后我三六状狮子 然后也行 让二二吃那个小猫 对 我觉得可以这样 就三六和二二一起撞狮子 然后一个八十八 场面上就只剩下一头狼 一个三二 对 就两个生物全部送狮子 或者是剩两个二二 或者剩一个三二 也可以 对 剩一个三二吧 对 要么就是二二吃一一 直接八十八三六打脸 给你剩一个狮子 但是感觉不太好 哦 要得不大 他就是给他剩一头 一吃四肢子 是 哪里 这样我可以占两个墙 对 啊 难道他觉得两个 两个土狼比不上一头 对啊 狼 我一开始这么强 他后来 灰的就比这个 对啊 强这么多吗 后来我觉得会想的打法好呀 是啊 我觉得他这个 可能是 一样我都只占一个生物 对 他这边还多了一个攻击频率 那这边就土狼杀戮 土狼杀戮 土狼熏獸師 土狼熏獸師不行 土狼杀戮 送两个怪的话 土狼送两个怪 主要土狼血长太慢了 送两个怪之后 刚好四血 四血并不够强 四血还吃一个很少 对 德鲁鱼血还多 咬咬牙 给你一个野性之怒 也不是不行 如果有的话 这里是熏獸师杀戮了 我想 军兽师杀戮的话就是费用打满 对 我自己是一个四三加一个二 两个攻击频率啊 土狼杀戮的话就是一个土狼是一个 六攻四血的状态 现在我们刚刚前面说的打坏 还有这一个攻击 还有机会啊 这边如果能摸到一张兽群呼唤的话就能翻 对 那肯定互换应该就是猎人的一个优势了 从小台上来看 现在巴菲下活魔兽群 狮子狮来了 狮子狮剑 这活狮子下活兽群 因为这活魔兽群 你其实手里的那个狼 也还能战一下场 好又是一个熟悉的杀手线 先抽杀手线 再抽一头杀手线这边就 猎人就翻了 放狗也能翻 这个场面放狗也能翻 对 因为他是要来吃你的 那那个金属伯是不是也要打开 刘本加基森吗 放狗 哎不错 梦想梦想 梦想梦想 说不接接现在不可能鬼臭激活 他激活已经全部用了 对 好这手算是鬼臭了 哦他针对牌放了好多呀 对 他还是想赢打脸赞的 对 他是不是拿我们就是黄金赛的环境 当他欧服那边的比赛去打 呃 说不接接这里一直留着 他肯定不熟悉我们黄金赛的环境 先 对 留一个梦想 加基森的机会 对 对 授群呼唤有没有 有就赢了 有 有真的要赢了 大怪也可以啊 刀 刀 还行 刀可以 赢了 土狼加刀 翻了 翻 敞了 是 这边留着是加基森的梦想 但是心里有点差 他那个轻域 其实他那个时候对面是没有手牌的 他再加一个轻域的话这边就对 这是一个4-4 是的 对 他这个早压4-4的压场跟对 猎人对着抽 他的平均质量还是高的 猎人只有一个三宝的梦想 好吧 哇 还行 比直接抽加基森弃弃啊 他留也没占什么便宜 其实他已经凑了一张牌 哇 哎呀 黑掌 放狗 放 但伤害蛮高的了 已经 哎 解加基森走脸 对 解加基森走脸基本上赢了 对 哎 就是 再卖一条狗吧 哎 哎 这个 这不卖 再卖一条狗吗 对 我觉得这肯定要多卖一条狗啊 哪怕你卖两条也可以啊 卖一条卖两条的话卖两条对面只有两血了 这 但还是赢了 但还是赢了吗 没赢啊 没有 没赢啊 这是失误了呀 就没写了 多卖一条狗的话就会比较有 他多卖一条狗又不影响产宫 产宫会更高啊 是的 而且两条狗都可以卖 对 两条狗一起卖的话更加胸残 胸残 哇 哦 哦 还是 对 胜利属于这个 会长的协会 属于这个奇运 很激烈啊 那又来到了3比3 对 他就是 总是在稳赢局打的 明明可以靠技术取胜 他偏偏要靠抽牌来取胜 这是卡帕欧斯的魅力吗 对 不要跟 欧洲人去比噱头 那么这样的话 也有可能是 因为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 其实平时很少有机会 在比赛当中去跟 国外的选手去打 只有除了那种打丹田华呀 中美中欧的 选手以外 所以 可能有点紧张 也是在所难免 现在我们最后一个对局是一个 萨曼 萨曼 对阵德鲁伊 对 呃 不能就看排序吧 其实 差不多算是一个五五开的对局 对 因为对面影角攻一个没交 SuperJJ 他的思路是比较明确 他就一直在摊那个轻鸿互服 他那个软没有摊 他那个软摊一下其实也赢了 对 吃一个耐久 还能加一头血 我觉得当时这种情况的话 软是不太可能会摊了 因为对面没肯定没刀 对 但当时你让我摊一个的话 我宁可把那个 对 轻鱿互服打掉 对 换我的话 我肯定会打掉轻鱿互服 因为 加击生就算来了裸上我加个变脸 这个也很厉害 对 就是 因为猎人没有手牌的情况下 你一个轻鱿互服就 场面就是你的了 对 而且当时那轻鱿互服已经4-4了 是的 我觉得史神又龙那一波 他让多了一个攻击频率 多留了一条狼 还是比较有 对 还有一个 他说不及解释也是伏笔的 多留了一条土狼 让对方多占了一个攻击频率 本来猎人只有一个大灰狼 对 一个3-2 现在变成两个2-2 虽然那样的话 一个杀戮加3-2就能给换掉 但是他还要再出别的怪 他架不起来其他的东西 对 好 起手杀满还不错 有一个1费的怪和2费的怪 然后这个火蛇也比较关键 直接上去 两个 然后抢血了 然后我们还做出这边这边的问题 就是他每套牌 确实鱼人杀手线 没有逮到 对 没有逮到的话 那就是很吃亏 就说不就是他们针对的 还是一个欧服的环境 对 国服没有那么多 渔人给他杀吧 还没那么多 对 那这边那个 刚刚在后台 看到了一些都是带渔人的启示 是 然后他想了一下 哎 带上吧 但是应该也是提前交的卡组 他还是就预判嘛 是的 他可能也是对咱们 就是环境下国服 直接选手的环境 不是很熟悉我觉得 新玉绽放 出个交友 这个手牌看上去还是要给压力才行啊 交友不能出了 出火蛇吧 对 因为他抽到了卡丽摩斯的普手 那这回合我就出火蛇了 这这不出火蛇吗 这样你下回合的卡丽摩斯是没发 但是你火蛇你把你一送掉 防得一种横扫 对啊 或者你拿二三去吃它 你别拿一二吃它 哎呦 拿一二去吃 这样就不防横扫了是吧 对 因为你交友 你真的不会能办 这样也可以吧 他这样就是我 哪怕不上这个元素了 或者就不过这个牌了 你要压场 好 火蛇 火蛇要出了 两个一就可以解掉火蛇 再加一个图腾 两个一让瑶一个图腾 放在 现在萨满优势很大 主边的话 德鲁伊是要愤怒打掉这个火蛇 打完奋斗就没生物了 只能上一头牛 不 这个是 星域巨兽 星域巨兽 这是像 但是你顶着火蛇 你出怪的话 人家都是优势交换 再来一个火蛇 再上一个马桶 然后怎么解会比较舒服 把火蛇放在 杀手蟹和胶油中间 然后用胶油去打一下 再卖个图腾可以吧 可以 然后杀手蟹还可以去吃掉 杀手蟹不吃二的话 也可以不吃二 不吃二 吃了吧要不 反正这里二加三 他是不是在考虑交刮 如果交刮场面上 就保留一个火蛇再上一个马桶 刮了这个二三六 我觉得完全可以 可以刮 刮了就上不了马桶 刮了就只能下火蛇了 那就不如上马桶 反正这回合三费过牌一定要上 我是很想要上的 这个马桶 选手在考虑的就是交刮还是交火蛇 交火蛇有点怕很少 这个场面的话有点怕很少 交刮也可以 摇个头疼就可以了 摇个治疗就可以解草了 把墙就打脸 把墙就打脸 把墙也进 你们现在是不怕红扫的 无所谓 杀手蟹给你一个红扫的机会 呃 苏婆姐姐 我觉得他就输一手杀手蟹 对 又来了 萨满也是 对 各种抽杀手蟹 虽然最后还是跑了 因为这个跟葛拉卡爬行蟹真的不一样 那二三起码是个能打的 至少能解个图腾 对 你这一二就是推张卡 闪电风暴加 闪电风暴肯定可以交了 呃 这里要考虑 防一波对方的奉献龙 闪电风暴加一个 马桶就可以了 我是会交马桶的 运气好的话 爬行蟹就能够三流放掉了 打四 打四 打四好了 这就卖图腾就可以了 哎 这里应该卖图腾吧 卖图腾 多厂攻 不过他这是防 防防防防 宋献龙吧 防也防不到 防一下很少 防一下很少 哎 这回过载了 有点难受 火蛇加图腾 然后火蛇 哇 这这条奉献龙怎么这么烦 很难解 很难解 对 那我就是摇个图腾 就过了 或者顶个火蛇出来 因为你要撞的话 你需要全坠上去 他裸拍的话 拿拿他去 裸上一个元素 然后下回合上766 我只要摊 我只要下回合 我想上火元素 不过确实也是 你跟德鲁伊打不了后期 对我觉得上一个 下回合可以火蛇加上火元素 是的 这里还是上这个元素吧 是 所以我觉得还是前面那回合的问题 他没太敢去 早就摇出火蛇 然后 晚也会摇出浇游 还是有点松 就是元素节奏一直是断的 对 很少 那这边有机会翻的感觉 对 这边很少加愤怒 把场面解的差不多了 很少是不是 愤怒都可以不交呀 就很少少一下 不是他不交愤怒的话 愤怒过牌啊 那先交愤怒吧 他可以很少加愤怒 他可以愤怒打那个53 愤怒打53 然后变脸 然后 他可以很少那个53 然后那个 哦对 还是愤怒打45比较好 对 愤怒打45 又48铁吃他 是的 愤怒打45 就可以很少 然后再吃一个 吃一个三弓的 然后稍微有加鸡森 其实可以很少打45 然后愤怒先解掉 然后用那个龙去吃 他就打算 什么都不用 他打算留恒 留愤怒给加鸡森刷回的 给加鸡森 是的 对 因为就算你766的话 到我加鸡森双愤怒解了 你还能过两张牌 对 如果抽到激活或者成长 手牌就又起飞了 766 1066 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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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就看有没有激活 因为这把激活 一个的一个都 没有过 又抽加鸡森来 哇这个接担 七手 又是加鸡森 加鸡森真的是 没针对到就好不利 这下乍了呀 解不了加鸡森怎么玩 我们有第2个766有点尴尬 发现一个元素 看能不能有没有什么可怕的元素能击杀 加击身杀手气 4费是干不掉的 这是5加4 这个 欧泽鲁克吧 要不吐元素 吐元素吧 这回合因为一定会去出那个圣盾 欧泽鲁克就是未来的一个梦想 因为现在贝鲁伊 我觉得欧泽鲁克其实也可以 因为你这回可以再下一个3费的元素 对你有一个3费的元素 到时候欧泽鲁克可能是一个5缸15 5缸15也不厉害啊 主要是对面轻域开始做得很大的 这加击身结不了怎么办 火元素的话感觉又很卡 这土元素你也没有直接点击 这边得刷成什么样 就是再来点杀手线 可是没了呀 哇这个牌双加击身啊 这个过分了 这个刷激活的概率就极高了 对 因为他首先可以刷四张牌还剩两费 对 而且如果他刷到轻益活 不是他就 这是第一个对吧 对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他就算没有第二个也无所谓 呃 来了 我我会把这个考虑往里洗 然后再去那时候 我会考虑直接出了 不洗 他的版本法术没有那么多 他现在还有11张牌 他是不需要洗的 我觉得 直接就出个55就可以了 55加一个杀手线 那就直接出吧 这样的话就直接出了 还是不来激活是有点费的 哇 每次这个杀手线都来卖梦 不知道有什么用 哎 哎全场打个三的话 呃 可以可以去清掉两个加击身 火蛇就可以了解加击身的话 对 加击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去解的必要吧 我觉得因为 哎 要解加击身一定要解 因为他已经没有护服了 没有护服感觉还是要解吧 他如果一回合去多过两张牌 可能会更容易进入疲劳 火蛇加火蝶加图腾 火蝶能吐掉谁呢 杀手线 我们还尊重了一下这个杀手线 加击身还是解了吧 加击身还是要解 或者解加击身 然后上土元素 土元素过载太多了 不行 还是要上火元素加一个摇图腾 我都想 是不是这个双下加击身的抉择 到底好不好 到底好不好 可能不如一个加击身 对 因为你账用多呀 你就慢慢刷 你抽的怪出 然后你这个加击身被解了 你还有第二个去刷的梦想 我觉得他是赌一个激活的梦想 对 也无可厚非对吧 他想到过到激活的话 可能可以刷更多 对 如果一个一个刷 也能刷不了我讲的其实 自聊 自聊 好 这边是不是6加4的直接就 6加4吧 好像不用 6加4然后把你火车换了吧 6加4这边来个四血能不能翻 22血 6加4的话四血打9 9加10 不够 不够的话还有一个 0组打6 19加6 20 差不多了 对 来四血就是翻盘点 四血加土元素 场面还不错 对因为这边的话6加4场面非常强 对 677这边已经解不了了 这个场面已经解不了了 有没有四血就看这一波了 火炎死者 那是不是可以考虑走脸再上一个元素什么的 对 那你会不会死 因为对面场空很高的 10个我感觉死不了 10 24 10加5 15 一个很少或者是一个 15的话对面剩7 差 2点 对 赌一手 闪电剑 主要是会不会被德鲁伊打死 德鲁伊现在场空很高 德鲁伊场空的话是10 现在很高 差一个很少 差一个很少 也有可能性 对 所以这一下你 其实他闪电剑是后面有两个的 还真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你就不防他两张斩杀了 766兔掉44 然后再补一个323这10点打脸 关键是他不把这个 武的战吼打到脸上 他抽什么能赢呢 抽什么都赢不了 要不还是打脸算了 这个场面真的炸了 但是一张牌就打死你 我觉得你不能不信息 虽然我们上帝四角看到没有 对上帝四角是没有了 上帝四角极力推荐 你看他也想到了 他就只有这么一个翻盘的方法 没得翻了 这里摇吵吼的话 又可以挡两伤 哎 那你是不是不如 这个去打脸 差一点伤了 你多一个4-3不好吗 这个就有点 尴尬了 有点看不懂啊 对啊 你不如多一个战场 你只抢了一点血 这不如战口去打 去解4-4 是的 而且你摇了个图腾 你为什么不出那3-2-3 他想的是想摇嘲讽 他想摇嘲讽 那不用解啊 对 他可能想的是 摇嘲讽我就不解 不摇嘲讽我就解 那应该是7-6-6最后打 先摇 那这边一定是把你抢给击败的 那你说你多多一个 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是所有全部打脸管对面打不打的事这是唯一的翻盘点 要不然你只能口火而已 你不可能赢了 万一这时候抽闪电剑是吧 还好没抽 那好这波不亏 输了 啊 输了还不亏 没抽闪电剑反正都打不赢 也对 是 抽闪电剑的话就就很气了 情绪还是太大了 哇 那么也是恭喜SuperJJ 经过了一帮主战 我现在想知道他 每每在关键之后出鱼鱼杀手剑是什么心情 赢虽然还是 那今天等于我们三场中欧对决是暂时 欧洲选手在舞台上的表现比较好 这也不是任何人家的地方 可以转发一扇子 不可能的